我答案的话 我想这个焦点A到焦点B 这个比较容易一点 应该求得出来 比较容易 比较会有问题应该是第三 斜线曲面积 那斜线曲面积就打个GD Enter GD Enter 不够比较麻烦一点就是说 他这边点弦点的部分 要蛮多地方要选的 就是说这 1 2 3 4 5 6 7 8 9 4 通常绕一圈就对了 按一个Enter 最后的话按确定 再点它一下 性值看一下 他就会帮我们把这个 全部的面积通通加总在一起 加总在一起 那这边 没点到 这一次 点到了之后的话 面这个地方 我们就可以看到性值里面 就会有一个 这一次 点一下 性值 那这边就有个面积 5590 9643 5590 答案是B 没错 那再来的话 扣除这个 1区域 1区域 那实际上 特别注意 像如果是针对考试 其实有的时候 你只要把1区域做出来就好了 因为 其实 如果针对考试 其他 不要做没关系 就把1区域做出来 那 特别注意 如果扣除 GD Enter 假设我要求面积嘛 点选点 点一下 按Enter 那你会发现 如果按确定的话 它自动就会扣除 那个圆孔面积 如果说没有扣除的话 特别注意哦 这边有个要需要设定就是 GD Enter之后的话 这边有个展开 旁边有个箭头 这边有个箭头 展开来 你要记得要选外侧的 这个地方还有个进阶的选项 就是 右下角有个按钮 那你就选择什么 选择外侧的 这一个 外侧的 这样它就会避免掉 就里面的部分 也会帮你选取起来 所以选它 Enter 按确定 那这个范围把它点下去 看一下性质就知道 它的面积是 1986 1986 2706 答案是D 没错 那其他的话 我想这个外围面积 刚刚也求过 应该求出来 只要是跟这个答案一样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地方就做正确 画面还给各位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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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